我覺得可以算是我吃過的牛肉堡裡面 數一數二好吃的 雖然它貴 但是它的牛肉超值 我覺得這個CP值完全是可以的 我感覺在講下去好像在業配模式漢堡 但是真的很好吃欸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年快要到了 所以有很多的店家也都會因應新年推出很多新品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店家 就是模式漢堡在新年推出的期間限定商品 和風薰菇厚牛堡和干貝SO醬海老珍珠寶 一次開箱兩個漢堡 那其實我本身也還蠻喜歡吃模式漢堡的 雖然大家都說模式漢堡就是被漢堡耽誤的紅茶店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歡喝它的紅茶啦 但是我覺得其實它的漢堡也都做的還蠻有特色的 跟其他的素食店一看就知道有非常多的差別 像它主打的米漢堡呢就會讓我覺得 吃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比較健康 所以這次要開箱的新品其實我還抱有蠻高的期望的 覺得模式漢堡出的漢堡應該都不會太差 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直接來開箱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新品 那這個呢是和風薰菇厚牛堡 然後這是SO醬海老珍珠寶 其實摸起來真的是沒有很大一個 畢竟模式漢堡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較小巧比較精緻一點 然後價位呢稍微偏高一些 這個的話是115元 然後這個的話呢是105元 但一個漢堡其實都是要破百元 那算是還蠻貴的 先來吃厚牛堡吧 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觀 好像 沒有很特別 扁扁的很一般漢堡的感覺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 喔喔喔喔喔 又辣又辣 打開之後呢其實有蠻多的燻菇的 還可以還可以 然後就是一塊厚牛跟一些生菜 吃吃看吧 好好吃喔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普通的漢堡 但吃下去之後 哇完全是不一樣的世界耶 不愧是你們吃漢堡 欸我們先說沒有業配 只是單純覺得我看到它的第一眼呢 沒有對它抱持著多高的期望 但咬下去之後 哇 首先是它的牛肉呢 做得非常的多汁 你第一口咬下去的時候啊 這牛肉的香氣 真的是會在你的嘴巴裡面爆開來 覺得那個牛肉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那薰菇的部分呢 其實比較像是 滋潤這塊牛肉的 吃起來我沒有感覺到有薰菇的味道 所以假設你個人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吃菇類的這個味道的話呢 這個漢堡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生菜的部分呢 就可以完美的把上面這些東西的 油膩感直接給去除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呢 就是非常的順口 因為我想像中的要好滿多的 真的太好吃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開箱很多素食的漢堡 吃過非常多的牛肉堡 這個牛肉堡呢 我覺得可以算是我吃過的牛肉堡裡面 數一數二好吃的 雖然它貴 但是它的牛肉呢 超值 我覺得這個CP值完全是可以的 它的牛肉甚至是 超出了這個麵包的範圍 厚度大概也有來到 一公分上下 我突然間覺得好像也沒有這麼貴了呢 好啦 那我們接著呢 就來吃下一個 海老珍珠寶 我對這漢堡抱有超高的期待 自己本身呢 非常的喜歡吃蝦類 唯獨擔心的就是因為米漢堡 通常它的濕氣比較重一點 說這個海老會不會因為夾在裡面包久了 然後它就變得軟軟的 可能就沒有那麼好吃 它的外觀呢 除了上面有生菜之外 中間夾了三大條的炸蝦天婦羅 超出了這個麵包的範圍 旁邊呢就有加一些洋蔥 這要咬很大口欸 好辣喔 我感覺在講下去好像在業配模子漢堡 但是真的很好吃欸 唯一的一個小小缺點就是 它的這個炸蝦天婦羅 確實像我們剛剛講的 沒有那麼的酥脆了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蝦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鮮嫩 因為我們一般吃到的天婦羅呢 皮呢跟它的蝦肉是分開的 但是呢 它的這個炸蝦呢 可能是完美包覆在一起 那咬下去 超級軟嫩 覺得如果它是現點現吃的 完美 一開始也有想說 炸蝦配漢堡 會不會有一點點怪怪的 而且它搭配的還是米漢堡 好像有點像炸蝦的壽司 但是又因為本身愛吃蝦 很想給它鮑魚很高的期待 但又很怕受傷害 吃下去 好吃 真的很好吃 喔 另外還要再說一點就是 它的炸蝦雖然已經是有點軟掉的狀態 你也不會感覺到它的表皮 是很油的 這也是我覺得膜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我覺得這個漢堡 表面上這樣看上去呢 還是一個蠻健康的漢堡 那我們現在來吃一下這個 比較多洋蔥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洋蔥呢 是加分的 它沒有很重的洋蔥味 是在最尾段的部分呢 幫你的蝦子 再多做出一點點的層次 就是你蝦子可能要咬蠻久的嘛 比較稍微Q彈一點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呢 加入到洋蔥的這個香氣 都又突然間多出了一個不同的味道 不過我們這個漢堡不知道為什麼 洋蔥它只有在某一面而已 洋蔥如果再分佈了更均勻一點的話 我覺得整個漢堡呢 都會吃起來更好吃一些 摩斯漢堡的紅茶 真的是沒有一間素食店能夠做PD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美食新品開箱呢 就差不多要這裡告一段落了 老實講 還超過了我的想像 因為雖然我本身已經蠻喜歡吃摩斯漢堡了 但是呢 大概也就是個80分左右的期待吧 既然沒想到吃完之後 哇 這個分數直接 看到上面 那我們先說說這個和風薰菇厚牛寶吧 我覺得以一個漢堡來說 它就是除了貴 應該沒有什麼其他的缺點了 牛肉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 這個漢堡呢 算是一個蠻濕潤的漢堡 吃下去你又不會覺得說 因為濕潤而造成說這個漢堡 狗狗的感覺 很完美的一個漢堡 那說到這個珍珠寶的部分呢 其實很訝異 因為炸蝦要做到很好 就有點困難 只要不是現炸出來的 我覺得都會遇到 面衣軟掉啊 然後外層變得很油啊 吃起來油味很重的這些問題 但沒想到在這個漢堡裡面 它可以把炸蝦做得那麼好 需要在最後再說一次 真的沒有業配這次的摩斯漢堡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在這個頻道裡面 開箱摩斯漢堡 整體來說呢 非常的滿意啦 覺得厚牛寶的部分呢 可以給到 88分左右 以厚牛寶來說算是真的蠻好的 唯一扣的點就是 它真的還是有比較小一顆啦 珍珠寶的部分呢 我覺得可以來到 91分 真的是比厚牛寶 還要再讓我更精英一點 主要是它的食材難料理 就也非常值得給予高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且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